AoLsG天天龍星 大家好我是AoL 今天來看高冕人對上曲折羅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邪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11點方向的YO選擇了高冕人 高冕人特色用益次元農田 農田不需要透過城寸中心或是模仿來採集資源 他直接在農田裡面送到你的資源面表裡面 那高冕人的房子比較特別可以住進村民 所以村民不太容易被擊殺 在團戰的時候高冕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高冕人他的主要部隊還是要靠自己的騎兵路線作為主力 那攻兵路線雖然有強奴但是沒有拇指魂 稍微弱了一點但是可以考慮打馬攻路線 馬攻路線還有安息人戰術還不錯 後期有火箱可以用但是沒有火炮 那整體來說高冕人的重裝騎士還有大樓馬 承襲時間是非常快的 後期可以考慮打這個吉瑞毛相符 移動速度之快而且攻擊力極高 因為他有這個銀罐象牙劍 那麼接下來介紹一下肥龍選擇了曲折羅人 那曲折羅人的特色是駱駝 跟這個閃避馬的傷害增傷非常痛 而且銀罐的薩地利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肉 可以出大量的起兵單位 後期可以考慮轉些戰毛兵作為防守對方的攻兵路 或是轉火槍火炮都很適合 後期還有拇指環 所以曲折羅人他的前期還是要多打起兵單位 城堡時代也可以打奴兵 封建時代打奴兵也是不錯的選項 後期可以轉閃避馬或是駱駝當做主力 那環刃頭之手現在已經有點退環境了 不太能打了 因為現在高手都知道怎麼去防守對方環刃頭之手 還有去針對對方的打法 後期曲折羅人還是可以考慮打這個大象公兵 他的前線位隊可以讓駱駝跟象公的近戰防護率加4點 所以坦度非常夠 而且也有拇指環 所以曲折羅人後期選擇打法也是蠻多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現在兩邊的地圖 這個地圖左邊有個黃金 上方也是有黃金 後面黃金也有一塊 但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偏難守 不太好圍 那要小圍的話也很簡單 這邊稍微圍出來一點點 稍微把這裡圍死 這裡圍過來 土金可能會遺留在外面但沒有問題 你們壞附金就還行 那接下來看一下YO YO的黃金在左側 果子在前面 右邊有兩塊黃金 看起來這兩塊黃金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但這裡只要蓋一個城堡 或是這裡蓋一個城堡 就可以有效鎖住這三塊礦點了 跟起來說 對YO是很不利的地形 而且這個果子也是超級難受 這上面有高地 只要在那邊插箭塔 或是控這個地區 這些村民都會受到史詩級的災難 所以待會要圍的話 這裡可能要圍出來一點 把這個高地自己給站下來 那YO這邊是點下一擊伐木 哇16P 點封建 這個是極限升級啊 高免極限升級流程 好 那現在肥龍點下了一擊伐木 兩邊打的就是一個 超級早期前開 驅者羅人也算是C帝國 他們比較可以在封建時代出駱駝的單位了 但是以正常打法來說 駱駝也不會在封建時代出 城堡時代出還是比較划算 除非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再去按駱駝刺猴 我覺得問題還不大 畢竟一變身了 就大量駱駝可以壓制敵人 也是相當舒服 但是前面還是要多靠肉馬 跟槍兵去做防守會比較好 駱駝騎兵在封建時代的成本壓力也是蠻大的 但肥龍這裡並沒有打算要轉槍兵 反正是決定跟YO小打小鬧 結果自己的刺猴被打到頭破血流 不是駱駝刺猴嗎 怎麼被這個肉馬打到這樣子呢 這都受不了還是要轉槍兵 槍兵稍微慢了一點轉 但還行 左邊已經跨圍起來了 而且農田也撒很多 而且是有易農的農田相當舒服 待會城堡時代木頭省下來的量就會差很多 但這邊出門又會有點危險喔 槍兵可能要一直按不能停了 三隻槍兵才能守得住 家裡用槍兵手落馬出去騷擾 這是一個很好的節奏 這邊看到槍兵這麼多 結果還是抓到了一隻村民 手殺有歪歐拿下第一殺 後方的三隻刺猴過來看一下 開尻 不打嗎 這裡稍微騷擾 沒有要打他的牧場 沒有東西可以打 兩邊打的比較沒什麼目標性可以打 現在歪歐 家裡狀況還行 凡是肥龍這裡 待會遇到大量的工兵 大量的肉馬 這就是封建時代最強打法 工兵配肉馬 這裡絕 直接下劍塔 這個劍塔看來有點難下 槍兵盡可能爭取時間 肉馬上去打一下工兵 工兵待會要主要射槍兵 但這個劍塔應該是能蓋起來 只是蓋劍塔 就意味著這裡會比較好守 但是你待會升城堡時代 3TC會很難開 你等一下靠一下買賣 不然就是要自己開採礦地去挖石頭 那待會要挖石頭的話 兩塊石去也不是那麼的好挖 這裡地了一些牧場 補了一個兵工場 家裡的部分 YO暫時 沒有辦法繼續往前進攻 肺肉的防守做得還不錯 當然這裡不插劍塔 好像也沒有辦法 工兵過來的話 家裡也沒有射箭場 也沒有辦法即時轉出毛兵 所以這個劍塔 是必要性的投資的 YO家裡的狀況 看起來蠻穩定的 而且也有5隻村民在挖金礦 待會要趕快下個4級 趕快買賣一波 上城堡時代會比較好 那飛龍這邊呢 由於投資了一個劍塔的關係 現在經濟有點差 這裡趕快多挖下黃金 自己要補下 自己也要錯過買賣上去一下會比較好 好 那現在兩邊的資源量相當穩定 這裡是8人房 剩下村民之死街法TC附近的木頭 結果這裡有洞 哇 這個洞讓肥龍找到一個絕駕的機會 收掉了肥龍的一村 好現在是1換1 但是用村民反擊了赤猴回去 兩隻赤猴倒地 好後面攻擊手也來了 但是肉麻數量好像有點打不太贏 肥龍這邊肉麻數量比較多 殘血的都往後拉走 最後數量保存非常多 還有4隻還活著 兩隻攻兵看到4隻肉麻過來 只能後退色色發抖 後面直接又把自己的攻兵給圍起來 這個當作不錯的硬點可以移動的劍塔 工兵直接把它放在這個裡面 大家再把這個木牆低了就行 OK 那現在目前肥龍是比較劣勢一點 雖然看起來他好像是主動攻擊 但實在上是YO領先 YO這裡並沒有補下4級靠買賣 這面部分是有大量的工兵跟肉麻已經壓制到飛龍家裡 飛龍這裡被迫點下來義工跟品種 四猴 這個義工加品種是封建時代最強的打法 這個肉麻是最強科技 來了來了來了 品種好了 超級難受 而且還有一防義工也好了 打工兵速度非常快 直接收光 但是 飛龍這邊時代非常落後 那現在YO有時代上的優勢 大家會可以直接補個馬 結果 結果補的是射箭場 難道要走馬攻路線了嗎 剛剛才講完 因為高冕人 對於打對方是駱駝骨的時候 走馬攻往往會有優勢 雖然槍兵不太行 沒有3級的步兵鎧甲 但是有大槍兵 後期還是轉馬攻配槍兵路線 後期對方轉步兵的話也可以轉火槍 那對方如果是轉攻兵路線的話 自己也有戰毛兵 3級射3級防可以用 整體來說 高冕我覺得算是T1左右的文明 有點算是葡萄內類的感覺 穩定度相當好 不管是團戰或是單挑 都是很好用的文明 那確定就是沒有火炮 不然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還有這個救贖思想 那這邊肥龍點下了神寶石帶 時間差距大約2分鐘的時間 肉馬上來 直接收掉一村 這裡要升級上去了 升級上去 高冕直接轉奴兵 不是要轉馬攻 有料 最近走馬攻還是有可能被駱駝壓制 但走奴兵的話 後面也有強奴 但是沒有拇指環 有 高冕強奴路線 也是能打 對付對方像是伯伯仁之類的 強奴高冕 一個不錯的選項 最近打重裝騎士 也會被伯伯仁的駱駝給壓制住 強奴確實是一個很好針對駱駝的打法 好 那現在把對手逼退 強奴兵現在來到了就職 雙射箭場 現在有點斷工兵喔 因為現在蓋TC的關係 所以有點卡住 好 把一些黃金投資在騎士上 那現在工兵過來要騷擾 現在飛龍加里圍的還不錯 只有後方位置 防禦比較薄弱 待會生完城堡是在這裡 可以把城堂中心往外開一點 或是直接補這個位置 那待會前面再補一個城堡 應該正前方的位置就能守住了 後方這邊可以再考慮插一個城堡 也是OK的 那目前經濟看起來 肥龍這裡 待會要轉一下戰矛或是閃避馬 好這邊是選擇要轉閃避馬 三馬就 二級防野點下駱駝第一時間 先點掉了刺猴 這裡先獄出了兩隻駱駝刺猴 好 閃避馬一出來 開始打奴兵 奴兵一個回頭 開始射擊閃避馬 閃避馬直接損失掉了閃避的扣打之後 被奴兵給秒殺掉了 二級馬凱還沒有點好 肥龍這一波有點衝動了 三隻就想上 人家九隻 不講武德 好這裡先點駱駝喔 駱駝先點掉 雖然閃避馬解不掉沒關係 結果臨死之前還解掉一隻閃避馬 還不錯 好最後還有五隻閃避馬 那現在肥龍家裡 好歪歪家裡就要轉修道院了 修道院 有轉嗎 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軍營 決定是要走槍兵路線 而不是修道院了 走槍兵路線 魔方長槍兵 待會要升級 魔兵配槍兵 正面壓力就會很大 但我覺得這裡好像可以再補個TC喔 還是不補呢 但對方閃避馬數量好像點多 現在補TC好像會暴斃 跟轉槍兵才行 閃避馬真的壓力也太大 槍兵來了 屈子路人最討厭槍兵 槍兵出來 斬避馬跟駱駝 都會被打成白癡 自己的起兵增上效果優勢 就會喪失殆盡 所以如果屈子路人 這邊自己可以轉戰矛 或者是轉攻兵 這個節奏會打得更好一些 這個軍事就會打得特別強 好 閃避馬繼續溜 照理兵有把他圍起來有點麻煩 對方可以一直從這個動力來溜去 動裝長槍兵 終於能點下 右邊補了一個4級 剛剛沒補4級 現在也是得補的 這樣比較好調解一下經濟 好 終於補收刀員 這個導演補殺 待會就可以招翔對方的 閃避馬 好 紅兵稍微逼退 現在取出路人 好 把TC往外開 那這個黃金可以稍微安全一下 好 右兵也開採了石頭 待會TC可以往前考慮開一下 如果現在沒優勢的話 城堡可以開在高地這個位置 或是在更前方的位置 這個位置或這個位置都可以 那家裡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考慮補一個城堡在家裡 看到高地就想插寶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待會第三個城鎮中心 可以考慮卡在後方 直接把這個黃金也守住 或是直接往左開 把這個TC放這個位置也行 好 接下來看到YO 是轉出了僧侶跟槍兵 弓兵的部分沒有再繼續出了 那現在肥龍也是開始轉龍路線 但是閃兵馬數量還是蠻多的喔 14隻 這個就是Trader羅最滿法的地方 他有獨特的騎兵單位 造價比較便宜 當然傷害也是稍微差了一點 只有8點傷害不想影響騎士喔 是2點 而且天生自帶防護有40喔 好 所以現在閃兵馬的優勢 是很怕遇到槍兵 但是遇到工兵或是TC 壓力都會小一點 哇 這一波直接砍死了 12村13村 飛龍這一波打得十分漂亮 槍兵沒有辦法立大功 還是被對方shill了 這兩隻閃兵馬還在打敲TC的村民 這一坨工兵跟槍兵出門 反而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哇 這一波被打到有點殘血了 哇 這一波被打到有點殘血了 好 這裡補了一些木牆 結果最後還是被打破 他們過來一桶 戳掉兩匹馬 但是最後村民也是倒下 哇 這一波慘虧 30分鐘 死了18村 飛龍這一波 Nice 救得好 好 這個真是打得不錯 三線進攻 這裡進攻 這裡進攻 落馬拉走槍兵 細節鬥打好打滿 好 這裡 點下了更多的槍兵 這裡只能全槍策略了 在槍兵真的很多的話 飛龍也可以考慮轉這個 投石車 或者是弩胖 或者是打寶兵 反而投石手都是一個反制手段 閃兵馬過來槍兵看到 錯了錯了錯了 這個打不起打不起 結果騎士 這個閃兵馬好像有機會拿下 第二隻勝旅在招翔 有可能高打第一 三下拿下嗎 哎呀 沒有辦法 好 這邊攻略手過來 是為了解決勝旅 那這頭兵應該也是沒有辦法 但槍兵過來 飛龍呢 往前蓋寶 現在槍兵要打贏有點困難喔 槍兵數量雖然多 但是傷害值沒有點高 現在只有一點攻擊力 那村民還是稍微一點吃力 而且盧胖已經出來了 煩燒效果非常好 這波村民最後是沒有辦法往前蓋的喔 後面有更多槍兵走了出來 OK 殘寶最後是蓋在TC前方的位置 好 稍微著想一下 哎 但是刺頭有抗著想 退一下 哇 這波打得很精彩 村民還在修理 龍炮 龍炮應該是能修得起來 結果我們有第二隻村民去敲 剩下的殘血槍兵在後面搓一搓 看起來槍兵海燒送光 最後歪喔 這一波並沒有打出太多的村民戰損 凡是讓肥龍 村民繼續農起來 76層 隊長的有4層 但是肥龍是雙TC 第三個TC還沒有 哎呦 你第三個TC怎麼補在前面阿 而且人家的工程器製造所就在這裡阿 然後這邊繼續出槍兵配投石車 應該就沒問題了 這邊怎麼選弩砲呢 閃避碼這個單位也是很特別阿 他是可以閃掉投石車的 對 投石車他的傷害也不怕 閃避碼是Counter投石車的最好的騎兵單位了 哇 這邊點下來一擊蛙精 開始要轉一些黃金出來了 好 這裡要想一下怎麼打了 左前方三隻閃避碼還在繼續騷擾 好 現在前程還有15秒 三隻聖女遭翔 同一隻全部進入CD時間 尷尬了 肥龍 聖女只能被挨打 這兩隻聖女走過來想要遭翔 但應該有發現阿 這個也是進入CD時間了 這個也是進入CD時間了 好 這裡 漏拿 沒有辦法 第一次送掉 好 上方 閃避碼又找到了機會 直接沖農田 肥龍轉出了環刃投石手 這環刃投石手 居然沒有點下銀罐就直接產出阿 這樣產出壓力很高阿 環刃投石手非常吃肉 感覺這個環刃投石手 出的並不是很好的時間點 既然光出弩炮 就能打得贏環刃投石手 好 環刃投石手被逼退 還好環刃投石手走得很快阿 跑速是1.15 一般唱片只有1.00 護衛技術再加上去 就是1.1阿 他會接觸高敏是沒有的 所以還是有絕對性的 主動移動速度權 到這裡打弩砲很快喔 修回來嗎 來不及 環刃投石手 這邊再繼續丟 弩砲三台 但是我還要點帝王囉 看來曲折羅這邊出環刃投石手的 壓力被壓了回來 沒有辦法環刃投石手證太貴了 好這時候轉出殺騎兵 這裡準備要來軍事壓寶 好應該查這個位置 或是查在右邊這個位置 好我覺得這個位置就行了 最近這裡人家還有人家的城鎮公司 決定要查高地 哇 這個我覺得有點貪心了 哇 這邊要趕快挖石頭囉 這裡石頭沒有挖嗎 喔有 這裡該吃一個城堡 有挖出一棟城堡那就沒問題了 好拖子車這邊想要過來 結果 閃兵馬他第一時間好像都貼到了 這個太細了 肥龍怎麼移上去 YO居然控槍兵控到沒有第一時間輸出 閃兵馬 閃兵馬有人機會喔 好槍兵這裡要繼續戳 繼續按 欸槍兵這裡怎麼斷掉了 YO這邊有點小小失誤嗎 槍兵這裡不應該斷的喔 要趕快繼續按才行 好繼續補 OK這也不算失誤 算是Lost一下而已 問題不大 趕快繼續補 那這邊要做的事情就是出投石車 弩炮 還有槍兵 呃高米現在要打贏對方這個配兵組成喔 最好的方法就是繼續走工兵路線喔 或是要轉一些大象 可以考慮一下 那大象路線的話其實也不是那麼的適合 對方有僧侶或是駱駝 就會有效反制了 那現在高米人呢 他是沒有火炮的關係喔 最早的高米人喔是有火炮的 所以現在要攻城喔也是一大問題喔 但是我覺得現在YO只要把城堡 跟對方對差喔 這裡低調農田 把城堡插這個位置 然後讓對方繼續升插農田喔就可以了 然後巨型投石機補一下 第二根城堡沒有辦法補 肥龍這邊利用時代好一分半時間 這一拖兵力沒有辦法往前給壓力 槍兵只能在家裡防守 肥龍這一波我覺得連環寶打得還不錯 好那肥龍這邊時代落後有什麼辦法可以反制巨型投石機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轉出這個攻城戰象 或是轉出閃兵馬 大量閃兵馬直接硬拆巨型投石機喔 到第二時代自己就有火炮就可以反制了 這拖時代如果真的要防守巨頭的話 有這以上的方法 那我們肥龍並沒有選擇這樣的套路打法 而是選擇了 欸你怎麼又開始按攻城戰象 沒有他不是要反制城堡 只是單純拆除一下違建 好這邊點下了槍兵 打擊兵的升級 但槍兵路線會稍微弱一些 但是遇到這個閃兵馬跟駱駝還是得出 這邊想用閃兵馬去拆巨頭 果然想用這個方式去防守 好 這一波 做得不錯 直接把閃兵馬給圍了起來 把這個巨頭圍起來 安心的攻城 好但一個TC跟田都被控了下來 肥龍點一下手推車 薩地利要不要找個機會點一下呢 其實 虛者羅人生帝龍時代的途中 就應該要去點薩地利了 但是肥龍 證明是想要趕快把巨頭給解決掉 投資了一些閃兵馬 所以造成現在閃兵馬沒有做到事情 然後自己也沒有辦法點下薩地利 現在經濟稍微有點差了 也不是稍微有點差 就是現在沒有辦法打出這麼優惠的打法 優勢打法 經濟的話還是肥龍優先 北京前面塗了十八村 後面又塗了十村 已經薩地鼠來到二十八村了 好 巨星投資機準備架起來 右邊的城堡 兩邊巨頭互丟 軍營補殺 現在驅逐羅人 二級步兵鎧甲 法學已經點下了 左邊這根城堡 但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巨頭還沒有架 現在驅逐羅人在等化學 這根城堡沒有要棄走 但是石頭沒有在挖 這就很危險喔 肥龍這裡 趕快買賣一下 買了一百石頭 但歪歪這邊的問題也是喔 現在家裡問題沒有辦法解決這些環刃投資手 現在工坊也太好提升 雖然有一次元農田 肉採集蠻快的 但是槍兵還是要繼續穩定起來 這個怎麼衝到城堡下方 有點送掉了 沒有彈刀靴 閃電馬再次上來 收得掉嗎 剩下6滴差一刀 可惜了 肥龍這一波多限進攻 巨型投資機 但依舊沒有成功 看來最終還是要轉出火炮才行 現在經濟有點炸裂 經濟差距來到6000 肥龍的優勢還是非常巨大 臭名差距也來到了20幾村 大概27村左右 好 三級的步兵鎧甲點完 看來是要走環刃投資手的路線了 環刃投資手點下去 現在銀貫還是沒有點 是忘記這個科技了呢 巨型投資機後方 終於拆掉城堡 這個城堡應該是拿不下來了 巨頭可能會被 閃兵馬 直接敲掉 大槍兵上去 直接三槍戳掉一隻馬 最後是收不掉 哎呀 槍兵還是比較厲害 好上方四台巨頭 順利拿下高地堡 好 現在有穩定的肉類的話 就可以考慮轉大肉馬了 或是轉重裝騎士 去抓這些環刃投資手 都是不錯的選項 好 現在黃金要拿回來才行 三攻攻擊力補下了 肉馬開始提升 現在槍兵不能再繼續按 因為槍兵按越多 會被投入環刃投資手 給反擊回去了 結果這一波環刃投資手沒有操作 直接被槍兵加奴炮箱 反擊回去 後面的兩台巨型投資機能夠順利逃離嗎 應該是有機會 槍兵並沒有三攻 傷害並不是那麼的好 結果正面大量的槍兵 直接突破了閃兵馬的防線 後方的火炮直接被槍兵戳了 但是巨型投資機只剩下兩台 兩邊的巨型投資機在右邊打成一團 右邊的槍兵最後是沒有麻煩 拿下這個高地 後方的火箱過來應戰 槍兵直接失守 左邊的兩台巨型投資機 最後是兩台都被收下的樣子 OK 我要左邊開始反打回去 肥龍右側的位置 巨型投資機 還是有機會 可以反打回去 原自己有火炮 但是火炮特別小心巨型投資機的傷害 但這個巨型投資機並沒有在對火炮做瞄準 這裡 閃兵馬過來 要上了嗎 等後方有大戰槍兵 火槍兵趕快解下火槍 解下槍兵 火槍趕快輸出 閃兵馬怎麼回頭送光了呢 這一波並不是我預料到的那樣的畫面 閃兵馬過來直接硬吃槍兵 槍兵中午解掉左邊的問題 閃兵馬直接收掉殘血的巨型投資機 火炮最後在後面補了下來 閃兵馬好像還是有機會 YO這邊倒的有點劣勢 肉馬開始轉出來 只要這個巨頭不倒 這根城堡不倒 上方就還有機會 左邊重山補下了城鎮中心 把這個石頭給穩定下來 現在黃金對YO來說非常急需 這塊附金能夠拿回來的話相當關鍵 後面的黃金也快要挖完了 好像也還好 但是挖的有點少就是了 現在YO支援量比較多在於挖伐木 現在支援調配不是很好 支援量不是那麼的穩定 要多一點更挖金礦才行 不然就是要撒更多農田 現在三級馬鎧 還沒有辦法點 先點三攻 有三攻的話直接拿這些火炮 巨頭比較方便 有火炮 城堡 巨頭全部收光 城堡也沒了 現在這裡 肥龍想怎麼進攻就怎麼進攻 直接轉出閃地嘛 也可以打得一漏嘛 但是裡面有槍兵的話 就不太好受 肥龍在運動注意到了 沒有點下沙迪利 這一波有一個多線 後面這張駱駝要升級好 肥龍在家裡的駱駝守得還不錯 但是右邊伐木區直接被抓到了 正面的城堡中心開始被撞掉 但是洛瑪過來三攻還有三十秒時間 但是已經等不及 直接過來手撕火炮打了一炮 讓大量洛瑪直接損失到變殘血 但是死一死之前還是收掉兩台火炮 後方的兩隻弱馬還在砍 肥龍這時候沒有注意到下方木區被騷擾 洛瑪直接往上北上 哎呀 這兩隻弱馬已經立了大功 YO現在經濟開始慢慢追上肥龍的臭命數 133對132 哇 臭命數開始反超 好 但是支援量還是有領先快要一萬支援 用這一波進攻還是能繼續的 查理槍兵可能需要多一點 後方的火槍兵可能要找個方法去解決 最好的辦法還是出一堆騎兵 直接手撕掉或是轉戰毛病 就是一個很好的反制方法 好 洛瑪再次上前 看能不能再抓掉 這兩隻弱馬終結就掉 但是下方再往下走就遇到駱駝了 好 左邊閃命馬過來 後方 城堡 住在這個位置 最後一根寶 這根寶絕對不能失守 要是這根寶再失守 YO真的要打GG了 那現在後方洛瑪騷擾好像也直接被攔截成功 飛龍後面這一坨駱駝做到了極大事情 左邊閃命馬再次騷擾 但是大洛瑪 洛瑪還沒有辦法升級 好 但槍兵部分沒有在左邊 側面部分 城堡被架了起來 巨型投石機 火炮也來了 第三塔又來了 YO已經缺食 石頭再往左邊 一定要完全挖起來才行 不然就要缺食買賣 買賣的話YO經濟一定撐不住 現在閃避馬一直往裡面抽 開始在亂砍農民們 右邊這些村民也是 哇 上億人的伐木工在右邊 YO應該是沒機會了 飛龍這一波的閃避馬 抓到了右邊一堆的村民 正面的城堡 眼睛殘血 沒有辦法再繼續修理了吧 好 這是最後一波的大洛瑪圖 途徑 看來是風中殘除了 好 駱駝上前 直接手撕巨頭 巨頭一出來就被貼太慘烈了YO 沒有辦法 最後一根城堡 巨型投石機 一同消失了 這就意味著YO已經喪失了所有的工程能力 只剩下大沖車 但是現在好像也不是出大沖車的時候 現在農田都守不住了 YO這時候打出了聚局 恭喜飛龍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飛龍這一波打的節奏非常好啊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飛龍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木材雖然出了一些 但是15贏的大於5000 而且還擁有4生物 黃金贏了1萬2啊 哇靠 這真的是經濟太好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要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多一點點 我們下次見